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罗又轻易无情 万丈红尘我的名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满满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天罗又轻易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乱归的印记 落在我眉雨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罗又轻易无情 万丈红尘我的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白发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岑绌尔 大王 大王 二小姐 好 军堂姐姐 你急匆匆的去哪儿啊 走 六岩出发多久了 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了 这跟我一样 程子 我们走 是 娘娘 娘 安平公主来了 卫央来了 快请她进来 是 对了 邱仪 把我准备好的翡翠首饰拿过来 是 来 放这儿 娘娘 这可是您的陪嫁首饰 您这是 她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莫不拿出点好东西 还真拿不出手呢 娘娘 这可是您的陪嫁首饰 您这是 莫不拿出点好东西 来 卫央见过娘娘 快快免礼 坐到本宫边上来吧 你 这儿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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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在这儿 怎么不见尾央 是不是我们找错地方了 应该不会错呀 附近就这一棵树 我们分头在附近找找看 是 看看 还喜欢不 这可是娘娘的陪嫁首饰 价值连成呢 对了 你别以为我这么做 你就当定我儿媳妇 你要是以后让我不满意了 这些首饰我可随时收回 你 陪嫁 你怎么了 本宫不是那个意思 本宫怎么会讨厌你呢 靳儿这么喜欢你 本宫不会讨厌你的 娘娘 我今天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跟你说 我 什么事啊 厨房刚熬了燕窝粥 奴婢去端西过来 快去吧 快去吧 卫阳 到底什么事啊 你 你 我想说的是 对不起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要怪我 我也别无他法 如果不把你杀了 我根本得不到我想要的 俊儿 俊儿这么喜欢你 那有什么用 他从来都不重要 如果他不是有点利用价值 我根本就不会理会他 你这个贱女人 贱女人 你这个贱 你 你这个贱女人 这 你这个贱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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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娘娘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娘娘 李唯阳 李唯阳 是李唯阳伤了娘娘 他一直在 利用和欺骗俱母 娘娘 你别说话了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 你干什么 快去把太医叫过来 是 把殿下也找回来 是 是 快去呀 走 快 娘娘 殿下很快就回来了 锦儿 锦儿 鱼 鱼 殿下 殿下 娘娘遇刺了 什么 娘娘被人刺杀 受伤严重 殿下快些去看看吧 殿下 娘娘 殿下来了 娘娘 殿下回来了 锦儿 母妃 母妃 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 李维扬那个女人不可信啊 她一直在利用你 欺骗你 她是为了得到某样东西 她才对我下了毒手 不会的 不会的 怎么可能 可怜的儿 你该多伤心啊 我 我 我真的很恨她 快走 快走 离开平城 离开这儿 去过你想过的日子去 不要责怪自己 母妃 最放不下的 是 倦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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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是李未央 是李未央刺杀娘娘 不说 我们家小姐才不会这么做的 李家小姐实心心肠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会的 这不可能 把李未央给我带过来 我要问清楚 不会的 我们家小姐不会的 你定是哪里搞错了 你让她给我拿下 站住 来 谁都不能拦我 你也不能 你不能走 母妃 我们是好的 我 我要等你离开槟城 这一个没有阴谋 没有刀光悬影的地方 我 我还有你当我 还是祖母啊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 他 他 太医呢 他 太医呢 我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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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让开 让开 回来 让开 回起来 你 怎么干什么 怎么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高杨王下令捉担你 你 怎么要是 你怎么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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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这根金寨是你的吗 是我的 可是 可是 到底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 她们说你杀了太子妃娘娘 不是我杀的 你该不会相信吧 维扬 听你证明 你是无辜的 求你了 我不想相信这一切 是你 你 就是你 娘娘记口说的 是你将金钗 插进了她的胸口 娘娘已经把你 当成了她的儿媳妇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都是我做的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这儿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 这根本就是你在撒谎 我在说谎 全府上下那么多人 都看到你来了太子府 难道大家都在说谎吗 难道娘娘也在说谎吗 这上面是你逃跑时 我不小心洒上去的燕窝粥 破碎的粥碗还在外面 如果不是你 你怎会有此无子 你还敢狡辩 这是我在来时的路上 有人不小心破上去的 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你以为这样的人 都骗得了殿下吗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 可是请你好好地 仔细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什么必要这么做 这一定是一场阴谋 是有人要陷害我 你拿到阻障没有 我只要跟你说这件事 我让军堂去给你送地图 小姐 我们按照地图找到了树林 可是没有见到你 我在树林中 又收到了另一封信 他们让我去城东的土地庙 信了 可能是匆忙中丢失了 可是你可以去我房间 那里有通知我去 寻取奏章的信 你看了之后便会知道 我没有骗你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我一定可以向你证明 我是无辜的 组马军 好 我跟你去 我跟你去 是 钥匙呢 这儿 打开 杀了太子妃就能得到作证 这不是我那封信 如若接受交易 请在府中最高的树上绑上鸿鸡 拓拔军 你放开我 拓拔军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是无辜的 不用了 让我来告诉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是北梁公主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你那些冤死的人复仇 所以在你眼中 走长比什么都重要 不是的 你恨大卫 恨黄爷爷 恨我 你对我从来都不是真心的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对你一直都是真心的 在你的眼里 我只是一个围着你转的傻子 你从内心比翼我 你心里从未有过我 在北上宴会的那天 你本来想实施你的计划 可是 情绪之外你失败了 明书死了 奏章不见了 你的身份暴露了 遭到池月南的追杀 所以你才会想到我 因为只有我这样的傻子 才能帮到你 不是这样的 到最后 有了奏章的限制 你当然不会放弃 于是你叫君陶把我引开 而你 你 这也许 杀死了母妃 还和了阻挡 你放开 不要 你 石头如今 那么长你还以为 你能保住这个奏章吗 不要 小姐 在你的心里 还是这个奏章主人 殿下怎么能这么想小姐呢 要不是小姐神秘相救 殿下早就没命了 如果我不这样做 她怎么可能 得到我和母妃的宣布信任 她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 接近母妃 可是小姐她 不要再说了 君陶 你在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 我 你 你 我 真的觉得 我一直都是在骗你吗 真的是我杀了你的母妃吗 我们之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吗 我 不要想再迷惑我 我不会再相信你 愿意我 愿意我 满眼深秋的花落 任您独坐 陪谁寂寞 不救我 我 奉圣上口谕 李卫衙杀害太子妃 即刻押往天牢 听候发落 带走 是 答应我 愿意我 像是太多懦懦懦 我 悲欢忍 情恨良 情深爱过 愿意我 小姐 冲桃 冲桃 满眼深秋的花落 任您独坐 被谁寂寞 多有我 愿意我 愿意我 满眼深秋的花落 满眼深秋的花落 任您独坐 被谁寂寞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为什么要抓走卫央啊 卫央 这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 这 卫央 卫央 到底是怎么了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不肯听我解释 他不相信我 不肯听我解释 拓跋君 太子妃娘娘 为什么 拓跋君 你不是说过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定会相信我的吗 我怎么能怪他呢 他的母妃因此丧生 他现在一定很痛苦 很难过 拓跋君 我终究还是连累了你 把门给我打开 是 不肯 黎维央 公主 维央 二弟 黎维央 我们都不相信 你会杀了太子妃 可是最应该相信二姐之人 却对此事毫不怀疑 其实这也不能怪俊儿 俊儿自小和父母感情深厚 他根本无法承受这个打击 一时冲动 也是难免的 我明白 现在最痛苦的人就是他 我又怎么会怪他呢 公主 这段时间 要请你好好地陪在他身边 他伤势刚好 又一下子受到这么重的打击 我怕他会受不了 我会的 您也放心 居然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卫阳 你受委屈了 能不受委屈吗 你看这里又脏又臭的 卫阳的手上都沾上灰了 卫阳 你再忍一忍 我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的 卫阳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或许有一条线索 是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真的呀 太好了 我这就去面前父皇 让他觉你当面喜庆渊去 等一下 这件事情需要敏德帮忙 公主 多谢公主出面相助 维阳也是我的朋友 我也希望能够帮到他 公主的恩情我记住了 有机会 一定报答你 对了 我还要去帮二姐找证人 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块去 不行 公主 此事绝非儿戏 我知道 在你心目中 我一直是一个调皮捣蛋 一无是处的人 可是 我真的很想帮伟羊 你带我去嘛 我一定待在你身边 乖乖听你的话 你相信我吗 我一定不捣蛋 你一定不捣蛋啊 那好吧 那你就在我身边 不许惹是生非 走吧 我这人 我不想抓住自己 你怎么还在我身边 你这人 你这人 你这个人 你不是 我说你这人 你这人 有自己的 你这人 你要怎么自己 你这人 你这人 有什么 我问你是 你这人 爹 第一次和姐姐合作 姐姐果然是有勇有谋 不愧平成第一才女啊 妹妹心思细致缜密 行事滴水不漏 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不知道哪一天 妹妹也会这样对付我呢 姐姐多心了 若没有赤银家的势力 事情怎么会如此顺利 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谋害皇亲死罪难逃 我 李渭阳再也无法激进 我们的心上人了 他这是自作自受 与人无由 李渭阳为什么会突然谋杀 太子妃 属下已经核实过 证据确凿 李渭阳被抓对我们极为不利 只怕他会不顾一切地把我们供出来 可这奏章在南安王手中 南安王远在边关 李渭阳没有证据 圣上不会相信他的话 可是今日我收到消息说 南安王在回城的路上 之前他放了李渭阳一马 难保不会顾忌重施 南安王此人心思难测 我不能冒这个险 那我们该怎么办 派人换入天牢 在圣上提见他之前 杀了他 到底谁是凶手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奏章就在城东土地庙 南安王 你怎么在城东上 就不是 都是越习越习越了 我以前凶手 就当那天 就座了 那边网络子 武帝 他不信任 宵 武帝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 我怀疑那个人是易容高手 易容术 可如今齐云蓉病入高荒 难道是 别缠了 是你 是你杀了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是零为药 是零为药 不是我 人呢 你口口声声说爱俊儿 可你却把我杀了 你知道俊儿有多难受 就是因为他还爱高原王殿下 我骗我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让李温药死 我才能得到殿下 俊儿知道真相 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你可认识这个吗 你可认识这个吗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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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零为药杀了你 是零为药杀了你 不是我 殿下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的 永远不会 是零为药杀的 殿下 一定要节哀 我也要做下这点事 身为他长见 我本来是没有面目来见殿下的 可是常乐实在担心殿下 常乐知道殿下心中的悲痛 常乐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你走吧 我不需要人陪 可是 走 常乐明日再来探望殿下 公主是不是累了 要不先回去吧 我自己帮二姐找线索 我答应李维央要帮忙 就绝不会半途而废 公主你是金枝玉叶 要不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我想在你走之前多陪陪你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请 娘娘 常如见过昭仪娘娘 起来吧 常如听说南安王殿下打了圣仗 已经班师回朝 不日即将到达 常如在这里先恭喜娘娘 恭喜殿下了 你有心了 你今日来 是专程向本宫道喜呢 还是另有目的 娘娘何出此言 莫不是受尚书大人之托 希望本宫替李维央求情 李维央刺杀太子妃 皇上亲自下旨捉拿她 打入天牢 世人谁也救不了她了 娘娘误会了 常如确实是听说南安王殿下得胜而归 特意给娘娘道喜的 至于二姐未央 常如虽不是来求情的 却有件关于她的事 是要和娘娘说 你说的是真的 娘 我得亲自己瞧一瞧 嗯爱 嗯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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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来 来 我能想到李长乐 怎么会不提防着蚩云南 我不能死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着火了 快 来人哪 快人逃跑了 快追 快 快 是我 走 快 去这边 是 快 记住 是 快 快 快 卫阳 敏德 你怎么跑出来了 那火不会是你放的吧 是我放的 火受天牢 趁机逃走 但是罪上假罪呀 你是不是疯了 你说你太子妃的事情 都还没有澄清呢 你现在 圣上就更不能饶恕你了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是被冤枉的 我必须要面见皇上 才可以洗脱冤情 面见皇上 就凭你的一面之词 你这是自诩死路 不行 我不能同意 我并无选择 我必须要孤主一职 对了 我教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我按照你的要求 去了那个客栈 那日有一位 和你年纪相仿的姑娘 从这里经过 还弄坏了我心气的墙 果然找到了这个手印 还有殿家的口供 太好了 有了这些 我就可以洗脱冤情了 快 现在就要我去见皇上 我应 快呀 好 就在这附近给我仔细找 不用找了 我抓到逃犯了 带走 是 走 我也要小心了 李卫阳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逃狱 卫阳罪该万死 但实在是秦妃得已 才斗胆 出此下策 放肆 你心狠手辣 杀死太子妃一案 尚未查清 如今 还遍本加厉 火烧天牢 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 罪大恶极 朕今日 一定要严加惩处 不然天为何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雨昕 你 每一篇都挂着苦独 酒抚磨 让你 冰山 花成乎 我陪你 风得 任性糊涂 笑得 也 模糊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只要眼睛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见你小抱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遇见那一步 我都不在乎